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一本名为《当书籍进入战争》的书,副标题是关于美国利用书籍赢得二战的故事。 可能有人一听这个名字,就会怀疑。 谈到战争,你可能会想到那些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士兵、飞机、坦克、大炮等军事装备以及一些战略战术。 这本书怎么可能和战争扯上关系? 然而,在二战期间,图书却意外地成为了美军制胜的武器。 美国陆军上校爱德华·芒森表示,作为教育和引导人的主要媒介,书籍不仅被当作一种有价值的娱乐方式,而且还能提高人们的性格和行为。 在他看来,战争是一场意志之战,而非单纯依靠武器。 那么,美国如何通过书籍赢得二战呢? 今天这本书将会告诉你答案。 本书由美国著名作家兼律师莫里·古皮提尔曼宁撰写。 他搜集了大量史料,做了大量的考证,写成了当书入战一书,详细解释了图书在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下面,我将分三个部分来讲解全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问题,美国为什么要把书籍引入战争? 其次,图书进入了战争,美国到底做了什么? 第三,在二战期间,图书的积极作用是什么?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这本书的第一个问题,美国为什么要把书籍引入战争? 这里要说明的是,美国人在二战背景下使用了书籍。 这要追溯到1933年1月德国纳粹独裁政权的建立。 希特勒发动了一场焚书运动,以巩固独裁统治和加强思想控制。 1933年5月10日,柏林贝贝尔广场举行盛大的篝火晚会。 不过,篝火并不是用来烧火的,而是用来点燃附近大学图书馆里两万多本书的。 希特勒任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亲自参与了这次焚书行动。 为什么希特勒要把书烧了? 戈佩尔给出的理由是,为了保持德国文化的纯洁,所有非德意志书籍和文献都必须被焚毁。 纳粹宣扬犹太人虽然知识渊博,但是血统低裂,所以他们写的书必须被销毁。 许多著名的犹太人,如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都被烧成了灰烬。 在纳粹德国,焚书运动只是一个开始。 为了塑造一种新的纳粹文化,使之与希特勒的意识形态相适应, 戈佩尔始终对那些追求进步政治的作家保持高度警惕。 但凡能读到一点反战,社会主义改革,自由表演的书都会被列为禁书。 在纳粹统治下的十多年间,超过一万名作家的作品遭到取缔和烧毁。 除了德国本土作家的书音,美国同盟国的书籍也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比如,美国作家海明威、杰克、伦敦等等。 为了灌输纳粹思想,加强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 在焚毁书籍时,纳粹还大力宣传希特勒自传。 我的奋斗。 自1935年此书出版以来,从学校到学生,再到新婚夫妇,无不要求认真研读此书。 1939年,二战的欧洲战场拉开序幕,纳粹德国迅速占领波兰、法国、丹麦、比利时。 纳粹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占领欧洲多个国家,除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武器外,还包括思想上的攻击。 当他们来到这些国家占领城市时,他们所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烧毁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 这就相当于摧毁了这些国家、人民的精神支柱,再加上强行灌输纳粹思想,对他们进行精神上的奴役。 据统计,二战期间,纳粹烧毁了超过一亿本书籍。 除此之外,德国还在全球建立了短波电台,向美国进行宣传攻势。 因此,尽管远离欧洲战场,美国还是受到纳粹思想的影响,甚至暗中雇佣德国人移民到美国。 美国地方电台播放含有纳粹思想的节目以蛊惑人心。 德国的所作所为遭到各国有识之士的抨击,美国政府开始认识到战争不仅存在于战场上,而且存在于思想领域。 很多树立的思想都可以用来当武器。 从1939到1940年间,欧洲到处都是战火,虽然当时美国并未卷入战争,但是纳粹德国来势汹汹,美国已经开始准备战争了。 在此之前,美国军队只有17万4万人,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1940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选兵议法,规定年龄在21岁至35岁之间,身体健康的男性必须应征入伍,之后又将年龄扩大至18至50岁。 这意味着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符合征兵条件。 第一批应征入伍的人在1940年就达到了数百万。 但是,如此庞大的数量却需要大量的军营,以及大量的生活和训练设施。 由于当时情况紧急,美国采取了先征兵再建军营的政策,但是短时间内要建造大量兵营,生产出足够的配套设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许多新兵没有住处,只能住在简陋的帐篷里。 军营里不但缺乏训练战斗技巧的弹药和武器装备,甚至连基本的衣服鞋子都没有。 很多新兵入伍前生活条件还算不错,而应征入伍后对简陋的环境并不适应,这让他们的士气更加低落。 除了训练之外,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生活非常枯燥,所以很多人都想要逃跑。 军方高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们认为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军营内的生活物资和训练设备全部配备起来,这对士兵们的士气是有很大帮助的。 除此之外,除了训练之外,士兵们还需要适当的娱乐,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鼓舞士气的方法。 那有什么娱乐活动呢? 一开始,他们还想着新建一家电影院,但这不仅花费巨大,而且短期内根本不现实。 如果给士兵配备一些书籍,不仅花费不了多少钱,还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 于是,书籍便被带到了军营之中,供士兵们在训练至于阅读。 事实上,美国人在战争中使用书籍是有传统的。 历史上,无论是美国内战还是一战时期,书籍都被引入到战争中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美国内战期间,一些志愿者收集了一些旧书和一些教会自己印制的宗教图片,捐给前线士兵。 这些书通常都是通俗易懂的故事,短诗或祈祷文。 这些书在士兵中很受欢迎。 一位参加过内战的退伍军人说,战场上的士兵们对书籍真是如鸡似渴。 但那时候,捐书只是零星的,规模不大。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队在图书服务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一些民间组织如红十字会、基督教青年会、美国国家图书馆协会,向军营中的士兵捐赠了一百万册以上的图书。 许多书籍也被带到欧洲战场。 美国少校托马斯·马歇尔史伯丁参加了这场战争。 他说,书籍让我们的士兵和其他国家的士兵感到生命的价值,也激发了美国军队惊人的斗志。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队的规模越来越小,向军队捐赠书籍的活动也逐渐停止。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向军队提供书籍的传统依然存在。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是个爱读书的人,一生都在读书、买书、借书、藏书。 他认为书籍既是民主的象征,又是思想战争的武器。 因此,在美国积极备战的同时,为训练和参战士兵提供图书的计划正在悄然酝酿之中。 那么美国到底在做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自1940年下半年起,美国军队专门成立了图书服务部,专门为士兵们解决读书问题。 不过,新兵们至少要有一本书,书的缺口还是很大的。 国家正在备战给新兵们购买这么多的书,却没有足够的资金,这可怎么办? 美国图书馆协会第一个站出来。 1941年,由政府支持的美国图书馆协会发起了胜利图书运动,目的是在短期内为美国军队募集一千万册图书。 1941年11月,先期宣传活动的50万份宣传海报被分发到美国每个城市的大街小巷。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均设有接受捐赠图书的设施。 事件刚开始不久,即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向日宣战,大批美国士兵涌向前线,美国民众对军队的支持大大增加。 1942年1月,胜利了图书运动正式开始,美国总统罗斯福和他的夫人亲自参加了捐赠活动。 到4月底为止,捐赠的图书已达900万册。 然而,胜利图书运动在取得重大成果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首先,民众捐赠的书籍数量有限,而活动初期,民众热情高涨,几乎把家里能捐的书都捐了出去。 随着战争的深入,书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是人们家里已经没有书可以捐了。 胜利图书运动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目击到的图书质量参差不齐。 这些由民众捐赠的书籍,有些破损严重,已经无法阅读,有些则是不适合士兵阅读的主题。 比如如何执毛衣,殡葬管理之类的书籍。 第三点是这些书太重。 美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出版的大部分书籍都是精装书,因为精装书定价高,利润高。 如果是在训练的时候,放在军营的图书馆里,还好说。 但是在行军打仗的时候,就很难随身携带了。 因此,到1943年,当目击到一千万册图书时,胜利运动停止了,但是送书给军队的运动却没有停止。 美国军队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战时图书协会,与出版商合作。 专门为美国士兵提供书籍。 在1942至1943年初,美国军队有六本专门书籍在封面上印有紧急字样。 其中有一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作者,正是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迹》的作者。 人民站在一起,一书也被列入了六本书中。 这本书着眼于亚洲国家,如中国、印度。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1943年开始大规模印刷军用图书。 每个月都会印刷出一本新的军用书籍,送到士兵们的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军工版图书的印刷工作已经完成了一亿三千万册。 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过诺曼底登陆,他很喜欢这些书。 他经常阅读一些小说类的书籍,以缓解压力和放松。 美国普通士兵也很喜欢这些书。 在诺曼底登陆前,美军曾向海滩上的士兵空投食物,包括食物、糖块和雪茄。 不过,最流行的还是军事版图书。 在渡海之前,很多人都觉得背包太重了,所以很多东西都被扔得乱七八糟,但很少能看到军用书籍。 美国纽约战地记者报道,诺曼底登陆时,曾看到过这样一幕,登陆舰上的军用图书缓解了人们的烦躁和焦虑。 许多士兵都在静静地看着军用书籍,看起来与其说是去参加致命的进攻,倒不如说是去参加演习。 陶德曼是美国战时图书协会主席之一,他曾前往欧洲战场考察军事版图书的使用情况。 他看到士兵们在雨中看书,有些书已经烂了,士兵们不忍心扔掉。 陶德曼曾试图向士兵们征集一些已经破烂不堪的书籍,以便向士兵们展示这些书有多受欢迎,但遭到士兵们的拒绝。 一个士兵说,你不能拿走我们的书,是吗?我们可以继续读下去。 陶德曼在比利时战地医院的手术室里看到了一本沾满血迹的军用书籍。 这本书的主人在手术即将结束的时候,不得不忍痛扔掉了自己最喜欢的书。 一名士兵在日记中写道,美国独立号战舰上的一本书是如此的受欢迎, 以至于当一个人的裤袋里布装一本书的时候,会显得格格不入。 那么为什么军事版的书那么受欢迎呢? 首先,他们更轻便便于携带。 为了解决胜利图书运动目击到的书籍太过笨重的问题, 军用版的书籍都是用瓶装的,而不是硬封面,而是轻便的纸张。 大部分军用书籍都只有一百克左右,不会成为行军的负担。 这些书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比如一本大书就能塞进裤子口袋里。 小号的书可以放在上衣口袋里,方便随时拿出来看。 军事版图书之所以受欢迎,其主要原因在于其内容。 考虑到不同士兵的需要,战时图书协会精心挑选了军事版书籍的内容, 涵盖了各种主题,甚至还有哲学、诗歌、音乐之类的小众题材。 最常见的还是士兵们喜欢的历史小说。 根据士兵们的反馈,这些受欢迎的书籍都会印刷出来,分发给更多的士兵。 那么,书籍在战争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 帮助美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今天,我们将讨论第三个问题。 首先,这些书使士兵们对战争有了正确的认识。 只有理性地理解战争,认清纳粹德国和日本这类轴心国发动战争的真实面目, 才能使士兵们始终保持以战争换取和平的决心。 比如,约翰赫西的《重归重举阿达诺》一书,分析了希特勒的政治宣传,揭露了纳粹的阴谋诡计。 此外,对美军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的优势进行了分析。 美国打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它一定会赢得和平、友爱、进步和发展。 同时,一些关于战争的报道也可以使一些初出茅庐的士兵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和牺牲的必要性。 就像战地记者怀特写的那样,他们是可以牺牲的。 书中一位美国士兵在菲律宾九死一生时说过这句话, 当大量敌人逼近时,你只需要固守,不需要考虑坚持多久。 在战争中,人们的牺牲和金钱、燃料和设备一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在被日军机枪扫射过的阵地上,就算死在枪林弹雨中,也是有价值的。 只要能拖延几分钟,就能改变战局。 还有一些书籍,如文德尔·威尔基的天下一家,沃尔特·李普曼, 沃尔特·李普曼等美国外交政策, 使美国人认识到自己应承担的国际义务, 打破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 使人们认识到,为了实现和平,世界各国必须通力合作。 除了让士兵们正确地阅读战争书籍外, 还能帮助他们消除负面情绪,保持战斗状态。 战争是残酷的,士兵们远离家乡, 每天都要面对突如其来的伤病, 死亡、孤独、恐惧、压力,都是不可避免的。 他们不能写信告诉自己的家人, 因为他们不想让家人担心他们不快乐,压抑的现状, 也不想他们在信中不经意透露的敏感信息落入敌人手中。 在这个时候,书籍就成了士兵们发泄情绪的工具, 小说是最好的宣泄方式。 军事版的书里有很多经典小说, 比如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 《捷克伦敦》, 斯蒂芬茨维格的象棋故事, 威尔斯时间机器,等等, 还有许多星座, 如贝蒂、史密斯在布鲁克林的一棵树。 这本书可能是所有军事书籍中最受士兵欢迎的一本。 据说这本书运到美国军营时经常引起骚动。 克林斯是战时图书协会的负责人之一, 他曾到过一座营房, 看见一群人围在营房外。 士兵们难得吃到的冰激凌, 却是无人问津。 克林斯十分好奇, 费了好大的劲才挤进去, 发现士兵们都在争抢新买来的军用书籍。 一个士兵在布鲁克林抢了一棵树, 那本书高兴的几乎要哭了。 该书的作者贝蒂·史密斯很快就成为了美国人的偶像。 士兵们太爱他了, 为了得到他的签名照儿吹嘘半天, 甚至有很多人在战争结束后结婚生子, 给女儿起名叫贝蒂·史密斯。 士兵们喜欢这部小说, 是因为他对童年生活的生动描写。 很多人都觉得, 这本小说就是在讲述他们的童年, 让他们有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 一名士兵给史密斯写了封信, 说他一直感到压抑和孤独, 没有什么可以安慰他的东西。 这位士兵说, 自从我来到这里八个月以来, 我从未笑过, 直到读完这本书, 他才真正找到了自己。 作者史密斯在一年之中收到了一千五百封来自士兵们的来信, 他一一回复了那些要求签名照的人, 而他也一一满足了, 成为了士兵们渡过难关的动力。 另一个小说家安妮·波特的短篇小说集, 也在士兵中很受欢迎, 因为他善于描写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 所以很多士兵都会产生共鸣, 认为波特能够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感。 很多士兵在看完波特的小说之后, 都感觉到了一种孤独和孤独。 波特会认真回复读者们的来信。 曾经有一个士兵给波特写过一封信, 说在一次次的战斗中, 他亲眼看着战友们在自己面前死去, 却无能为力。 他甚至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战士。 长久以来的沮丧与悔恨, 让他仿佛置身于地狱之中, 久久不能释怀。 在波特的回信中耐心地劝说下, 他渐渐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除此之外, 愉快的文字可以消除不良情绪, 就像是罗斯玛丽泰勒一样, 无忧无虑。 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位年轻女孩的故事, 讲述的是母亲经营一间繁忙的公寓。 公寓里到处都是麻烦, 但是最后, 主角用幽默的方式解决了令人捧腹大笑的故事。 不仅使士兵们变得乐观, 而且也给他们带来了智慧的启迪。 一位士兵给泰勒写了一封信, 说这本书让他想起了家乡, 就像是请了一次嫁回家一样。 还有人说, 这本书能使人开怀大笑, 暂时忘掉战争。 士兵们非常喜欢《快乐无疆》, 纷纷写信给泰勒, 希望他能多出几本书。 《战时图书协会》很快就满足了士兵们的要求, 出版了另一本幽默小说《骑着彩虹》。 对于战地医院的伤兵们来说, 这本书也给了他们战胜伤病, 积极康复的力量。 一名美国士兵名叫查尔斯·博尔特, 伤势很重, 目前正在非洲一家医院接受截肢手术。 就在这时, 他收到了一本海明威小说《第五纵队》和49篇小说。 伯尔特在一个英雄故事中找到了未见, 这位英雄也失去了一条腿。 迟到那一刻, 伯尔特从来没有哭过。 读完这个故事后, 伯尔特把头埋进毯子里痛哭起来。 他说, 哭泣对我也有帮助。 由于伤势严重, 伯尔特做了几个手术, 但是在住院期间, 他一直在看书。 他相信书籍可以帮助他调整自己的心态, 使自己变得积极。 伯尔特说, 在康复期间发生的一切, 都是那么的令人心酸, 那么的甜蜜。 对于很多像伯尔特这样的伤患, 医生治疗, 他们身体上的创伤, 同时也治愈了书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书籍给无数美国士兵带来了战斗的勇气, 战胜了恐惧, 孤独和痛苦。 战争结束后, 这些书籍并没有立刻消失。 1945年8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 美国战时图书协会曾经讨论过解散的问题, 但由于美国军队分散在世界各地, 军事书籍仍然需要出版。 直到1947年6月, 才完全停止印刷和发行。 在欧洲, 由于纳粹德国的焚书运动, 图书资源十分匮乏, 美国士兵把大量的书籍带到欧洲, 并在欧洲人中很受欢迎。 尤其是法国和德国的一些作家, 如卢梭、 福尔泰、 海涅、 茨维格, 他们的作品, 以前都被纳粹禁止在欧洲大陆很难见到英国的盟军。 法国士兵已经为美国士兵送来了一本军事版的书, 感到自豪。 1945年, 许多英国出版商也看到了商机, 出版了许多与美国军事版相似的书籍, 在市场上大受欢迎。 与此同时, 美国战时协会除了继续出版军事版图书外, 也将出版海外版的计划提上日程。 1945年, 出版了72本书, 包括英语、 法语、 德语、 意大利语, 以及欧洲市场。 这些书大多为美国书籍, 成为美国对外宣传的工具。 美国士兵正从各地返回, 面临重新就业的难题。 军事版的书籍也一直在帮助他们。 战争结束后, 军事出版社专门出版了20种未来职业艺术, 讨论战争如何影响就业, 并分析了许多行业。 比如纺织, 航空, 出版, 教育, 医药, 汽车, 工业等等。 关于各个行业的其他书籍, 也影响了士兵恢复后的选择。 比如青霉素, 比如军事奇迹, 比如一些退伍军人, 比如医学小说, 比如乡村律师, 比如FBI, 比如法律行业的宝库, 比如科学重塑化学时代的数学和想象力, 让一些人重新拾起战前的学业投身于科学研究之中。 还有一些人在读过军事版的书籍, 生动感人的作品后, 立志成为一名作家, 记录战争中难忘的人物和事件。 军事版图书对美国出版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出版商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即便宜又方便携带。 二次大战前, 金庄书一统天下的格局彻底被打破。 直到21世纪, 二战时期的军事书籍都没有被遗忘。 2002至2003年, 正值美国军事图书计划启动60周年之际, 军事版图书再度出现, 共7类10万册图书分发至美国服役士兵手中。 其外观与60年前一模一样, 包括中国孙子兵法在内。 至此, 战争图书的主要内容已经为您介绍完毕。 数千年来, 书籍是人类精神文明延续的载体, 是人类追求思想解放和进步的武器。 正如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言, 人虽死, 输却永存。